接下來我們要來看Blender新版裡面的簡單動畫功能 傳統上我們做動畫會使用Animation的組合 但是在新版的地方它在下面加了一個時間軸 所以你不用Animation直接用Default的3D View也可以做動畫 是蠻方便的 為了要示範我改用甜甜圈的方式來示範 我按Shift A加一個甜甜圈 然後我把它縮小一點 在這裡我們可以按F12看到 現在甜甜圈是這個樣子 我讓它平滑一點 F12看一下我們的甜甜圈 那這時候呢我希望新增一個影格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才第一個影格 我們做幾個影格呢? 我們做個50個影格就好了 那我按I 這時候呢它可以問我要insert什麼東西呢? 我insertLocation Scale 這是最多的組合 那接下來呢我在20的時候呢 我讓它長大一點 看一下這時候的狀況 這個甜甜圈 唉唷 跑掉了 現在在20個 好我讓它長大一點 好這時候我按I Location Scale 好那這時候你從這個時間軸呢 你就可以看到 當它倒回去的時候就變小了 出來的時候就變大了 OK 那這只是我們可以插入的 動畫的屬性之一而已 也就是形狀啊 位置啊大小 但是在2.59的版本裡面 就是2.59的版本裡面 它有更新的功能 像更方便的 我們可以在你想要的影格 現在我再回到第一格 然後呢 我選這邊的材質 材質的部分 OK 好那我先new一個新的材質 好那這裡呢 我一開始就讓它保持灰色好 所以在這個材質上面 我可以按下insert keyflap 這樣子它會為這個屬性 加一個關鍵影格 那只有這個屬性的部分 好那我再把它移到20 好一到20的時候呢 我再設定個顏色 好設定個顏色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回去看這個影片 喔剛剛忘記 1到20設定完顏色之後 沒有新增影格 記得要新增影格 好現在在20地方 好接下來呢記得要新增影格 好這樣子顏色才會定住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從 灰色 變成藍色 OK 好那這就是 Blender的 新版在3D View裡面做動畫的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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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